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它都早早规划好 然后按照计划执行 因此从读书造工作到进修深造 它基本没有落空 每阶段都按计划完成 但所有那么几件事是没法计划的 比如恋爱 比如结婚 比如生孩子 名校毕业在合资企业做中层管理的潮毒因 找伴侣的眼光自然不会低 其实秘密了好久 经历波折无数 她才找到了她的Mr.Right 现在的老公陆云飞 好不容易32岁结了婚 过了一段甜蜜幸福的婚姻生活 陶竹因却发现自己一直怀不了孕 为了赶在最佳生育年龄的极限 35岁前生孩子 陶竹因果断选择做试管婴儿 那个过程很是辛苦 陶竹因觉得这么苦都能扛下来 还有什么扛不下来的 何况有了孩子 那将是一个多么奇了融融的画面 生孩子之前 陶竹因就决定以后自己带孩子 不就是吃喝拉萨睡吗 能有多难呢 她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她真的想得太简单了 从生到喂奶到哄睡 还不到一个星期 陶竹因就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虽然老公陆云飞还算给力 帮着给孩子换尿片 洗澡哄哄睡 但她要上包 大部分时间还是得陶竹因自己来 月子期间 陶竹因常常顾得了孩子 就顾不上自己了 陆云飞不在家 她就只能鸡一顿饱一顿的应付 眼看奶水快要不足了 她只好花钱订阅子餐 陶竹因这才明白 孩子在肚子里才是最舒服的时光 陶竹因的妈妈是想给女儿帮忙的 可她还是要给陶竹因的弟弟带孩子 你弟媳妇得了子宫肌瘤 刚刚做完手术 妈妈实在走不开 竹因啊 要不让你婆婆来帮帮你吧 陶竹因不是没想过 请婆婆过来帮忙 可是这事估计难 陶竹因的公公是大学教授 虽然已经退休 但被学校反聘回去 主持科研项目 同时还要讲课 婆婆是从后勤岗位退休 平时并没有什么事 但结婚前 她就对陶竹因说过 公公工作繁忙 她必须照顾好公公的饮食起居 婆婆的意思很明白 你们过你们的 我们过我们的 互不干涉 我们不指望你们养 你们也不要指望我们帮 陶竹因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 就算婆婆的话没有挑明的说 她也暗暗发誓 绝不对婆婆开那个口 咬着牙熬了四个月 陶竹因的产假 眼见到漆 看着镜中那个 头发蓬乱 满脸憔悴 体态臃肿的自己 陶竹因差点要哭了 这和以前的自己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还怎么会去上班 无奈 陶竹因决定赶在产假结束前请个保姆 在家政中介中 面试了一个又一个保姆后 陶竹因终于 以每月七千元的价格 请到了一位 持有育婴师资格症的阿姨 但是育婴师的到来 并没有让陶竹因省心 才一个多月 本来身体很健康的宝宝 就连着病了三次 不是发烧 就是拉肚子呕吐 第三次干脆住了院 陶竹因被折磨得心里交瘁 想死的心都有 两个月后 陶竹因辞退了保姆 请外人带孩子 他没法省心 也没法放心 和陆云飞商议半宿 两人决定还是请婆婆来帮忙 这事由我来跟他说 陆云飞知道这事必须他来张口 周末 两口子抱着孩子去了婆婆家 听陆云飞说明意图后 婆婆面无表情地沉默着 公公倒是先开了口 嗯 嗯 可以理解你们的处境 这样吧 我半个月后 要到美国去两个月 你妈在家也没什么事 就先啊 让她过去给你们帮忙 后面再怎么弄 后面再说 你们看 怎么样 公公是家中绝对权威 家事她很少管 但她一旦管了 家里人都不会反对 婆婆自然也得同意 但她在吃饭时说的一番话 让陶竹云心里跟堵了块大石头似的 婆婆看似不经意地讲了她 一个最近看的新闻 有个女的 老公死了 她自己一个人打几份工 不光养大了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还全部考上了清华北大 人家还不是工作孩子都照顾到了 这人呢 不吃吃苦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陶竹云很想怼她 你当初不也是靠陆云飞奶奶帮忙吗 她奶奶还一直给你帮到死呢 自己都剁不到的事 就不要拿出来说了 关于奶奶的事 是婆婆自己说过的 说陆云飞早产 她一出生 就是奶奶在帮忙待 直到陆云飞十岁 奶奶在午睡时悄然过世 去世之前 还把一家子的饭菜都准备好了 但陶竹云忍住了 什么都没说 她现在只能扶地坐小 等着婆婆给自己帮忙 手忙脚乱的又挨了一个多星期 婆婆说三天后她过来 同时她给陶竹云发了一份邮件 我草拟了一份相处规则 你们看看 免得在一起有矛盾扯不清 没想到婆婆做事还挺有章法 没看到那份相处规则前 陶竹云是这么认为的 打开邮件 看完婆婆拟定的相处规则 陶竹云感到胸口堵的石头变重了 相处规则的大意识 小两口每月的收入全部上交婆婆管理 超过2000的开支 必须提交书面亲情 说明理由 每周婆婆要回家至少两次 小两口必须善待婆婆的亲友 并且不得妨碍干涉 她在他们家接待客人 小两口不得干涉婆婆带孩子的方式 否则她有权利拒绝帮他们带孩子 对于第一条 婆婆附加了说明 年轻人花钱没有规则 每月乃有存疑 将来无法应付孩子的成长教育费用 所以在她来帮忙期间 由她强制小两口 养成存款理财习惯 陶竹云觉得婆婆的要求 着实有些过了 便和陆云飞商量 你妈的这些要求 我觉得很难做到啊 我们花自己的钱 为什么还要经过你妈批准 你再去和她说说吧 绿云飞很快的就垂头丧气的回话了 我妈说没得商量 如果不同意 她就不来了 陶竹云再次寻求自己妈妈的帮助 她妈说 明年弟弟的孩子就要上幼儿园了 到那时候她才能过来帮忙 无奈 陶竹云只好选择 先忍一年 婆婆终于来了 她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家里的布局 重新按自己的方式排布了一遍 桌子柜子床 几乎全部被挪了位置 婆婆说 有了小孩子 家里就不能 只是为了自己方便 尽管心里不舒服 但陶竹云认了 毕竟婆婆比她有经验 可是真正生活开始了 陶竹云才发现 婆媳共处 暗流涌动 婆婆说 每周至少回自己家两次 因为她参加了校内的退休职工俱乐部 每周要去参加活动 这一点陶竹云可以理解 但婆婆每次回去都是工作日 而且一去就是一天 让陶竹云怎么办 一周请两天假 这根本不现实 这样运行了两周 陶竹云便有些吃不消 让陆云飞和她轮流请假 可婆婆又不敢了 怎么能让个大男人请假带孩子 你是女人 请这种假 领导同事都能理解 就别为难云飞了 估计婆婆也给陆云飞洗了脑 请过一次假后 陆云飞就借口 领导不批准 不肯再请假了 不仅如此 婆婆每天早上还要出去晨练 六点多出门 八点多才回 陶竹云要上班 但又不能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 虽然说领导理解 可陶竹云觉得自己每天迟到还是不好 至少对自己的下属都不好交代 她和婆婆商量 您早上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回来 我这每天迟到也不好 婆婆很不高兴 锻炼身体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带孩子 我要是病倒了 你们不就彻底没指望了 婆婆总是有理 好在婆婆让步了 但问题又来了 婆婆说提前回来 她就没时间买菜 午饭怎么办 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 而且我胃不好 不能饿 要不你中午回来一下吧 于是为了早上不迟到 陶竹云只能每天中午下班买完菜 再往家里赶 到家后等婆婆吃完 她再赶去上班 一天下来累到要散假 更糟糕的是 婆婆爱和小区里的婆婆妈妈们聊天 那本不是坏事 但坏着坏着婆婆喜欢向人家发牢骚 被儿媳妇逼得带孩子 儿媳妇太强势 连儿子都不敢孝顺自己的亲妈 等等这样的标签 被强行贴到了陶竹云的身上 有一次 婆婆为了显示自己被儿媳妇压榨 对人说 儿子在那么好的单位 也没见给自己买的好东西 帮带孩子呀 还要自己倒贴田 几天后呢 陆云飞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约她见面谈合作 陆云飞去了约定地点才惊觉上当 她被三个陌生人 要挟 要她给15万块钱 否则不仅要她的命 还要她儿子的命 让陆云飞害怕的是 那三个人竟然能准确输出 她家的门牌号码 好在 取钱时 陆云飞机里 借着要喝水的空档逃跑 幸运的是 就在她快要被匪徒追上时 正好有警车经过 陆云飞 这才获救 三个匪徒被抓获 经审讯得知 主管就是和陶朱音一个小区的 有三年吸毒史 之所以把敲诈目标呢 定到陆云飞 就是在她家 听她妈说 陆云飞很有钱 婆婆知道 信息源头就是她的嘴 但婆婆并不肯认错 你说你们这个小区 都住些什么人呢 赶紧换房子 别在这住了 可是这事让陶朱音越想越后怕 这是老公机灵 逃脱了 还遇到了警察 万一没逃成功 没遇到警察 一切不敢想象 惊焚难定的小两口 思前想后 终于做出了决定换房子 陶朱音辞职回家带孩子 让婆婆过自己的舒心生活 她心里有怨气 但总有出纰漏的时候 虽然要暂时离开职场 但经过了这一两个月 与婆婆的共处 陶朱音觉得 比起孩子的成长 比起家人的安康 比起家庭的和谐 这暂时的离开 或许是值得的 送走婆婆 陶朱音对陆云飞说 你妈要是说 我是寄生虫 靠你养活 你怎么说 我会说 那我还是把孩子 丢给你带吧 陆云飞故意没正经 嗯 也可以 陶朱音顺着她的话说 装模作样的 点点头 在家庭与事业的两难中 勉力维持的这段时间 陶朱音身心俱疲 现在 当她做出一些取舍 尽管有所失 可是她的心呢 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 虽然和很多职业女性一样 回归家庭 是陶朱音的无奈选择 但一向未绸缪的她 已经有了新的计划 抱亲子班 学育儿知识 健身 哪怕未来会有诸多不可控 也不能让她停下 自我成长的步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将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